今天来说一下配图啊 那我用到的是粗椰壳 细椰糠 珍珠盐 然后这是泥碳 这边是一些圆土啊 然后是我刚刚挖的 最近比较下雨啊 所以比较湿 比例的话是1比2比2比3比1 然后准备给车哥猪顶红换个盆啊 这名字叫做阿弗雷 圆土的话说一下 看你当地的环境 如果干得很快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多放点圆土 我的话如果是猪顶红 我会多放点圆土啊 其实这个配图月季也可以有啊 反正都差不多 主要还是圆土的区别 如果你当地气温高 然后一天要浇两次水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多放点圆土 然后我们开始上盆啊 猪顶红的话比较皮实 基本上我一般都是用圆土比较多啊 然后我们直接给它放进去 再给大家看一下根系啊 根系还是挺健康的 生长还是挺旺盛的 像月季的话就不行了 月季这个盆土很容易烫伤 它的毛细根猪顶红还好一点 所以说还是很皮实啊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叶片啊 发黄是因为前段时间缺水啊 所以说我给它配了个超级大盆 这样的话明年估计每个仔都能开花 好喜欢的可以关注我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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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